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播中学 我们一起来关心未来的天气趋势 今天早上在南海地区 有今年的第三号台风 浮荣台风生成 浮荣台风距离台湾相对位置是比较远一点 所以对我们来说不会有直接性的影响 那明天的天气呢 由于台湾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配合上环境的东南风 所以在银风面的东南部地区 容易有局部性的短暂震雨 其他地区的下午时段 山区以及中南部平地 都容易有热对流云系发展 带来比较明显的雷震雨 那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会持续到夜间 所以下班下课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 那在没有下雨的时间呢 气温依然是高温炎热 那也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防范重暑 那从微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在南海地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云团 那这个云团就是今天早上所生成的浮荣台风 那另一方面呢 在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 同样的有一个今天早上生成的 今年第四号的热带性地气 那这个热带性地气压呢 未来也有进一步发展增强成台的趋势 可能会成为今年的第四号台风 爱立台风 那目前来说呢 在台湾周边的云量相对是比较少一点 所以天气状况相对还是比较稳定 那虽然说开始在南边呢 跟东边的海面上有些水气在接近 不过呢 对天气的影响来说还不是那么的大 从模拟图可以看到 在南海的浮荣台风 是慢慢的往北到西北方向 在接近广东到海南岛一带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不会有直接性的影响 那另一方面呢 在台湾东边的这个热带性地气 也会在周末这一段期间 慢慢的往北移动 那预期呢 会通过流球寻导 那再往北进入到台湾北方的东海的位置 那这个距离 相对距离台湾来说还是有比较远一点 所以也不会有直接性的影响 不过呢 由于这两个系统 在台湾东西两侧同时北上的关系 会使了台湾附近的环境 转为一个大范围的低压带 同时呢 在周六开始哦 偏南风比较明显的增强 带来南方的海上水气 所以呢 周六之后的天气状况 就会比较明显的转步稳定 尤其是在南部的迎风面地区 容易下雨 下雨的时间长 范围又比较广泛 那在其他地区的 午后阵雨的状况 也会比较明显 那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周末之后到下周的这个天气变化状况 这里看到台湾周边的状况 以今晚来说的话 环境还是比较明显的东南风 所以在info man的东半部 到横顺半岛的地区 偶尔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震雨 那明天白天也是类似的状况 不过呢 下午时段了 各地山区容易有热队的雲气发展 而且呢 中南部的平地 也会比较容易有受到这种雨势在影响哦 那在周六之后呢 环境开始转为东的偏南风了 所以可以看到 偏南风开始带来海上的水气 那南部地区就容易有一阵一阵的雨势发生 相对来说 在被封测的中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 下午时段的热队的雲气 发展也会比较旺盛一些 这里看到未来的四字雨区哦 那四字雨区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有比较明显的天气转变的时间 是在周五跟周六之间 那周六以后呢 由于环境的水气比较明显的增加 风向而为转而偏南风 所以呢 不只是在影封面的南部地区 比较明显的这个下雨范围增加以外 在中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的山区的 五后热队流降雨 也有比较明显增多的状况 那这个降雨状况呢 预期会延续到收莫到下周这段期间 那虽然说目前周一的这个模拟 看起来降雨有比较明显的减少 不过呢 要提醒大家 下周的天气状况还是比较不稳定一点 所以呢 这个模拟也可能在发生比较大幅度的改变 可能会跟前面几天比较类似 那也提醒大家要持续留意 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资讯 这个是在气温的这个趋势图部分 在北部来说的话 由于从周末开始 云量会稍微增多一点的关系 所以白天高温会稍稍地往下降一些 不过这个降低的幅度来说并不是很大 依然是持续高温延热的天气形态 这里看到中部 中部也是类似的状况 周末到下礼拜这段期间 云量会稍微增多一点 不过呢 偶尔还是与员工露脸的机会 所以呢 白天的高温降低的幅度 也都不是那么的明显 这里看到南部地区 南部地区 在这个期间来说的话 气温有比较明显的往下降的时间点 可能会落在周末到下周初期 那由于这段时间 偏大风比较明显的增强 带来海上的水气 所以呢 云量增多会比较明显 也容易有下雨的状况 那不只是白天的高温会稍微降低一点 早晚的低温也会稍稍地转凉一些 不过呢 幅度来说也都并不是很多 那配合上比较多的水气 可能会转变成一个比较湿热的形态 那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里看到今晚明显的部分 今晚明显呢 比较容易有下雨的位置 是落在这个东南风影封面的东半部地区 那不只是有局部性的短暂震雨 那也不排除 偶尔有一些比较明显的 这个对流云气发展起来之后呢 可能会有一些 局部性的雷雨发生的机会 那至于相对来说 在西半部的位置 在午后对流云气消散以后 大部分都可以恢复到 多云造型的稳定天气 在明天白天的天气状况来说 东半部地区 依然是处在东南风影封面的位置 所以还是会有这种局部性的短暂震雨 甚至是雷雨发生 那至于在西半部地区来说 可以看到在大台北地区 到陶祖鸟一带的天气相对是比较稳定一点 那在东南部平地 这个午后雷震雨的机会 还是相对比较高 那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空气品质方面 也有机会在局部性转为普通的等级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播报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